男人只有情到深处才会这样做,是控制不了的。 1. 控制不住和你联系 男人真正爱上一个女人,用情置身,恨不得时时刻刻和女人产生联系。 就像热烈的情女,男人会一直思念女人,想她在干嘛,她怎么不理我, 渴望一直和女人有联系,特别频繁地关心你,她的心就细在你的身上,特别主动。 你不用担心男人怎么还不来找你,她就来了, 你不用担心你们之间的关系进展,她就主动进展了,爱是无法控制的。 男人真正的爱了,都变得既热情又主动,女人根本不会担心男人为什么不主动。 特别的真诚分享她的生活和真实的感受,她会给你一种和你很亲密, 什么事情只想告诉你,并且没有隐瞒,你们之间无比亲近和信任的感觉, 就是一种真诚的,没有参加其他的东西的爱。 对你的喜欢,和你分享的生活感受都是最纯粹,本真的。 愿意付出金钱和时间,其实男人的本质都是有点抠的, 他会狠鸟一个女人值不值得让自己付出太多, 所以只有当他真正坦坦荡荡,无所保留的为女人付出, 不会想多余的条条框框,就想为女人付出, 那他一定是真的爱了。 实际上这份爱已经超越了他对自己的爱。 五,重视你的感受,能体会到你的感受,并且照顾你的情绪, 愿意为你做出改变,也愿意为你减少和其他女人的联系, 生气的时候不会任性地在精神上折磨你,呵护你的感受, 真诚地对你好,把你当成宝贝,怕你伤心难过, 只想一直对你好,顾你周全。